你 这里道东可不少 走 去摸摸黄户 不信 你 你怕鬼呀 瞧你那个怂样 我们这一行的脸全都被你丢尽 哼 大哥 臭女孩们 你找死吧 哼 两个道德贼而已 本小姐轻松搞定 这还不少 不来就不来 难道我一个人还搞不定 又不是初出茅庐的菜鸟 不过两个小贼而已 我百姨出下还不是手到擒来 大哥 别走啊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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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还跑 给你点原色看看 不过两个小贼 我还以为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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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活着 没想到这下面还有做骨 是个武将的目的 治疗了吗 您最爱的神仙酿 现在您敞开盒 我也不会再唠叨 想着您忌日快到了 昨晚我就赶回了咱家 许久没人的屋子 氛围冷清啊 也就师父您好这一口 三个月前 我遵循您的遗愿 下山红尘练心 还记得山脚下的三炮和胖子吗 我现在和他俩开了一家古玩店 多亏从小跟着师父您 看了那么多古籍 对古玩古董有所了解 再加上嘎巴拉能辨别 师父 嘎巴拉到底是什么 嘎巴拉救了我 还传授给我一套神秘的修炼之法 凭着要活下去的本能 我跟着这套功法修炼 不知在那片混沌世界里 度过了多少岁 直到我体内爆发出真怨 没想到 这番奇遇竟让我成为了一名异能者 师父 好 您曾说当年捡到我时 这嘎巴拉便挂在我脖子上 他到底是什么东西 而我究竟是谁 上次呢 甘迪 他 是 敌人 神 人 舌 下 胖子 你看一哥像不像个神怪 确实像 挂下检视 摆出下有生命危险 都怪我们 昨晚不该上约的 我回山顶老宅前 咱们不是说好了 由你们俩派出下 去追查盗墓贼 我们玩游戏太入迷了 结果把这个事给忘记了 今早看到群消息里 有摆出下发起的语音通话 可惜我进入后台 也查不到它的正确方位 离挂为正南 胖子 搜索下正南方位 可有目的 确实有 在城南荒郊 我们走 嗯 母约 四面环珊 如梅花环抱 史乃梅花捧之处 此方墓葬地 乃仙人之体 仙人没见着 盗墓贼倒抓住一个 一哥 刚才按照你的吩咐 我们在这四周查看 结果捡到了个昏迷了的家伙 刚把他弄醒 这人就磕头认错 说自己今后再也不盗墓了 昨晚 见过这个女孩吗 没 没 没见过 不说 你手上的手铐哪里来的 信不信把你关起来 别别别别 我说 他们被 被墓地吞了 就 就 就在这里 老大逃走后 那女人追着到了这里 结果她们一起掉了进去 不想下去见点恍惚 可巴拉在发射 看样子情况不妙啊 你们看好她 我下去找出现 大可不必 这种英雄救美的剧情 怎么能少得了我三胖 我 愿意守在上面 死胖子 说不定下面还能捡点宝贝呢 这种事怎么能少得了我胖子 我送你们的玉佩都戴在身上吧 那当然 这可是保命的宝贝 怎么这么黑啊 你 起开 你大以后别贴着我 哎呦 好男人还怕黑 孙胖 别想我下次和你一起打游戏 哼 谁稀罕 等等我 等等我 一哥 接下来怎么走啊 别急 一哥 快看看 这是什么宝贝啊 就在那儿捡的 得亏我火眼睛睛 看这品项值不了几个钱 别拿牧师里的东西 拿了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对对对 咱不能敢盗墓贼的勾当 可是 清宝阁这个月的房租 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急什么 我们这行三年不开张 开张吃三年 跟上 这可真冷 喂 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 我怕黑 好 嗯 浴室不要慌 先把手机掏出来 拍个照片 这里应该便是主墓室 大家不要随便出没任何器物 这里怎么会有太极镇 看这规模 这个墓的主人不是王侯也是将相 一哥 这儿有宝贝 嗯 刚刚捡到的 看样子老之前了 嗯 金石 嗯 别碰他 金石只会出现在锦子地 你 看样子 什么啊 赶紧睡吧 我的头都要别走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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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最危险的 就是这种极英之气 它能引发诸多异象 选择极英之地落层 恐怕是要让这牧主人永世不得转生 这竟然是韩武王朝时期的目的 韩武王朝 那个传说中的 那我得看看 别动 开玩笑了 这么说我怎么可能追得多 传笑 又是极英之气在倒回 还好一个反应快 不好 扶恩正不住他 咱们给我攻冥铲 接着 是极英之间的 这只是扶阵了 三胖 胖子 你们想办法牵制住百数夏 我启动地上的扶阵盯住他 死胖子 快来啊 你拼了 一哥 你这又是做什么法啊 痕气入体 初夏已经被极营之气控制 要救他 只能在极营之地逆转法阵 才能逼出寒气 一哥懂得可真懂 唉 当初我们也应该留在山上 本堂老学学本事 可惜 这些法术并非师父所受 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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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 你哥 我可不想被活埋在这里啊 我们快走 据最新消息 今日上午十点 唐城城南墓地发生坍塌 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有关部门赶刀后迅速化解险情 并在现场捕获盗墓贼 据文物部门介绍 他现身处露出一座故宫 专家表明 有可能是韩武王朝时期的故宫 可惜因受损严重 还需进一步考证 他会不会 我已经用真元 封印了他体内的基因之气 但是 必须在一个月内 重新找到基因之地逆转法阵 才能彻底逼出体内的痕迹 对 否则 我也不能为力 你们快看 基因石 一哥说过 基因石执掌在基因之地 我们立刻出发 去找这个阿民宫 我讨厌 我讨厌 是的 哪些不可 我们 有的是 你 可算是到地方了 一间航班真不是人做的 死胖子 你就是到省钱 去 卡丽没什么钱了 不省着点花 我们喝西北风啊 你 当年发现那个溶洞的阿明 便在这个寨子里 请他给我们当向导 尽快找到溶洞 确定是否是基因之地 那溶洞在原始森林中 我在网上想尽办法 也查不到它的准确位置 初夏 我们该进去了 若那个溶洞真是基因之地 那你就有救了 配合阴阳平衡的太极镇 彻底清除你体内的基因之气 别担心 我用真源封印住了你体内的基因之气 你现在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 只要一个月内 彻底去除这股基因之气 就没事了 一哥 我们真的要去会安那个溶洞 当年的宋传小队可是团灭啊 要旧百初夏 找到基因之地是唯一的办法 值得去试一试 那天若是我们陪你一起去 你也不会出事了 是我自己没用 现在还害得大家 难道要我们眼睁睁地看你去送死 抱歉 我做不到 一哥说得没错 再说了 我们清卯阁当初差点关门 多亏了你介绍那些老主顾 才撑到了现在 嗯 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我们三兄弟可是明氏里的人 你这狗嘴里难得吐得出象牙 有本事 你吐一个给我看看 你这 那 谢了 不过 我一定不会再拖后腿 他们在干吗 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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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们儿 这是在干吗的 这是 这几个外乡人来买木头 你们难道也是来买木头的 不 我们是来买人的 不不不不 我们是来找人的 什么木头这么值钱 还专门来买啊 黄花梨木 惠安省的黄花梨木颇有名气 西色则黄润 纹理柔美 并香气沁人 因稀缺 导致所做的家具 把玩佩戴物件 极具收藏价值 听上去很值钱的样子啊 非罚采罚啊 够你小七年的 嗯 阿明可是有正经的伐木症 阿明 是十几年前 发现溶洞的阿明 什么溶洞 根本没这回事 这是会计 这 不会计 白老板 前些年 头发现象太严重了 森林里木头少得很 这几根黄花梨木 是我能找到最好的了 唉 若不是要给孙妮治病 我还准备再放个几年 价钱肯定比现在翻个一番 嗯 白总 这批野生黄花梨木 品香不够 值不了几个钱 嗯 这 这个 十目九空 能开除的格还非常小 根本不会开除鬼脸 这 这 怎么会这样 唉 阿明白辛苦一场了 他还指望着这笔钱 给孙女阿珠治病 阿明的命可真苦啊 几年前的车祸 带走了阿珠父母 阿珠也瘫痪在家 啊 一哥 黄花梨的格是什么东西啊 有格材之前 嗯 嗯 格长在黄花梨木的中心 俗称新彩 呈红色 越是年久 颜色越深 也越珍贵 嗯 阿明公 好 虽然赵老师 鉴定这批木材不值钱 但作为咱们的第一次交易 我出八万 买下它们 八万 这也代表了我的诚意 希望你下个月 再有一批黄花梨木 若是里面有精品 价格 一定功劳 森林里的黄花梨木 要隔几年才能采法 你们会不会看错了 这一批木头怎么会差啊 呵呵 你是在质疑我的鉴定 赵老师是业内著名的木材鉴定专家 也是我白氏珠宝特聘顾问 你若不接受我的鉴定 那还有个办法 把每根木头都开出来 看看里面有没有隔 万一是我看左眼了 出了大隔 那阿民工就赚发了 但若全部都没有隔 白老板这钱 你也别想拿 那就这么 我求二十万 买下这批木材 啊 喂 我的义哥 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 我替他出 姐妹大气 你 你 让给我死个 靠子 还真是陷到千颜里了 我 初夏 快收起来 我去 阿民工 我能否看看这些黄花梨木 看 看 随意看 白老板 放心 这批黄花梨木 没人敢跟你抢 这位小兄弟 鉴定木材这块 可没有什么简陋的机会 也投机不成十把米 嗯 老师可是有几十年的 鉴定木材经验 我那知名专家 他说这批木材不值钱 就是不值钱 这批黄花梨木的价值 远远超过了我出的二十万 就凭你也敢质疑老师 多说无意 这位赵老师 那要不要猜一下 看看你和方毅 谁的眼光中 你们各挑一根黄花梨木 来解木 谁选的木材价值高 这张卡里的五十万 就不为啥 敢不敢答应你 我的乖乖 我没想到夏姐姐这么有钱啊 哼 你可真对我有信心 那当然 白总 您看 这位小兄弟 怎么称呼 方毅 赵老师 答应方毅的要求 若这方毅真有这般眼力 倒可以请他为我白事服务 阿密公 您老放心 不管解木出来的结果如何 我这二十万 不会少给你的 嗯 嗯 就这根了 漂亮啊 方毅 不另选一根 这根木材品相如此低烈 我怕我赢了也胜之不武啊 一格选的木头也太细了 估计有点悬啊 不了 就他 哼 不是天高地厚的小子 这也想赢我 崖子里面拔将军吧 这批木材 也就这根还不错 你来解木 里面估计能出格 我来吧 这样快点 不行 万一你倒了 这方毅既然有这个心 就让他来吧 这美女是不是看上我们一哥了 什么 走 赵老师 恭喜你 这棵黄花梨木开出了阁 没想到开出的阁这么大 都快赶上方毅挑选的木头了 赢定了 惭愧惭愧 之前我看走了眼 这个阁的价值就不止十万 黄毅 不好意思 这局你输了 一哥输了 我选的还没解开 赵老师别心急 既然你要硬撑 那就随你 老师 年轻人哪 老师 你别气了 我看你气了 老师 老师 鬼脸 竟然开出了鬼脸 什么是鬼脸 律师不懂就查资料咯 如此清晰的脸阔 耳鼻真乃清水出芙蓉 一脸值万斤哪 我出四十万 买着鬼脸 我出一百万 阿民宫 这批木材 我全要了 老师 老师 难怪我会说 就因为你带了这本书 这 这也不行带 方毅 我是唐城白氏珠宝的白素希 想邀请方毅先生前来做客 有机会会前来拜访 我等你 小哥 这次多亏了你 有了这笔钱 我孙女的病也许就有救了 我拿出十万作为感谢费 实不相瞒 这次我们是专程来找您帮忙的 有什么事能用得上我阿民 尽管提 跟我来 走 阿民宫 绝对不能再去那个痴人的溶洞 我不知道你们从哪里查到的消息 但方毅 你绝对不能去那个溶洞 我们必须去 只有在那里 才有可能为同伴化解极因之气 阿民宫 请您为我们带路吧 不行 请 阿公 怎么了 阿公 把你吵醒了 或许我有办法 让这位姑娘重新站起来 阿公 我愿意让这哥哥试试 好 小心点 现在不宜多走动 嗯 阿珠 嗯 爷爷 嗯 阿珠 你的腿 阿公 我能走路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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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救了阿珠 我就算拼了这条老命 也会带你们到溶洞的 阿宁宫 阿宁宫 请不要把我治好阿珠的事外传 嗯 嗯 我明白,这灯神迹只有千年前我们寨子供奉的仙人才拥有。 我绝不会给恩人惹麻烦。 我说,我说要不要休息一下。 黑熊! 不需要进化。 黄花梨的阁是什么? 阁掌在黄花梨墓的中心俗称新材,称红色,越是年久,颜色越深,也越珍贵。 所谓鬼脸,就是在树木的结疤处呈现无规则的图案,也有人称为梨斑,也是黄花梨的鉴别特征之一,一脸十万斤。 二十万斤,将军了解,挂木了。 第三十万斤,将军了解,挂木了解,挂木了解,挂木了解。 这地方 我可再也不想来第二次了 我小面差点就交代在这里了 姐姐渴 瞧你那什么样 最冲 我翻来了 胖子一直口无遮拦的 你别多信 我没事 大家看见前面那座山了吗 溶洞就在那儿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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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安全 小心点 抓紧了 快点 那里便是我们的寨子 这有点像八卦阵法 看来阿民宫先前所说的仙人 便是和我一般的异能者 走 走吧 溶洞就在前面 这种孙爽的滋味告诉我 咱们没找错 不要妄下结论 阿民宫 你就在洞口等我们 二十四小时后 我们还没出来 再找人来救援 打了 救我 恩公 老汉我就算拼了这条命 也要陪你进去 阿民宫留步 我们会尽快出来的 可是 阿民宫 你可太小看我们家一哥儿了 别忘了 他可是异能者 那你们千万别逞强 若有不对劲 立刻出来 嗯嗯嗯 能抵御极英之气的护身玉佩 都带上了吧 保命的家伙 怎么能忘啊 我在这儿陪阿民宫露老柯 祝你们一切顺利啊 想什么呢 给我跟上 走 千万小心哪 我们离极英之地 应该不远了 嗯 曹 发发 发发 发发发发 发象了什么 啊 这柔冻不对劲 比唐城那座古墓还要浪 虽然还没有看到极音石 但卦象和寒气所示 这个溶洞 应该是我们要找的地方 可算找对地方了 可是 为何看不到极音石 我记得你说过 极音之地 定会出现极音石 害地极音 万物终结 极音石线 阳气覆灭 兴许就在极音之气最盛之处 正好在那里逆转阵法 去除你体内的极音之气 怎么了 我准备有变异了 我刚才 又犯病了 你被这里含气侵蚀 引发了体内的极音之气 还好嘎巴拉暂时将极音之气控制住了 能控制极音之气 方亦 能不能给我 女汉萨还是斯文一点好 别对我家方亦动手动脚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哪个意思 闪一边去 对 抱歉 这嘎巴拉可能是我父母留给我的 乖乖 一哥还有父母啊 他又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一哥 你还记得你父母是谁吗 师父捡到我时 我身上只留下了嘎巴拉 这义能 是嘎巴拉让我为主后 赋予的能力 我的父母应该也是义能者 他们也许有不得已的原因 说不定哪一天睡醒 他们就出现在我面前了 这可是大喜事啊 一哥 竟然瞒了我们这么久 还当不当我们是兄弟啊 可惜线上几乎查不到 义能者的信息 不然追溯到十八年前 也许就有线索了 兄弟们 刑领了 我的事不着急 先把初夏的问题解决 现在已经能证明 这个溶洞 便是一处天然的极营之地 刚才 是不是寒气 引发了我体内的极营之气 若非如此 我设置的封印 绝不会这么容易被冲破 走 去找溶洞里 极营之气最盛之处 嗯 不 就 熊洞里出现了水晶 说明这里有地下安河吧 前面有水的机器 就没什么 赶紧给我跟上 放开我 周三炮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又怎么了 快跑 快 朝鲜马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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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水晶 就会周而复始地破碎 再凝聚 那我的护身玉佩 能不能再凝聚凝聚啊 我可没碰他 他自己就裂开了 我的也碎了 看来 我小看了这里的痕迹 接下来 我会重新炼制防御力更强的护身玉佩 等我半个时辰 你们原地休息一下 别随意走动 哦 胖子 你想不想 嘘嘘 我不想 我没有 你别瞎说 我说你有你就有 人有三级 胖子 别害羞啊 咱们抱抱 走走走走走走 你就直说嘛 尽管我们要 这 请问我们要 咱们快去找易哥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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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你的头子药啊 我打开我没了 英哥 英哥 救命啊 还好 他们只是陷入幻境 难道没有护身玉佩 他们撞邪了 看见水潭了吗 寒气引发水潭弥卖水气 封闭了他俩的无感 由此被困在幻境中 大夫人 潜入困境 救命啊 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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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不要随意走动 刚才就被水潭蔓延的水汽给迷住了 人有三级 这个哪里控制得了啊 就你理由最多 四胖子 你敢挑衅我 不跟你一般见识 我感觉 水里好像有东西 你别也被水汽迷住了 走吧 忽生玉陪都搞定了 我们继续向前 我 没事吧 再走半小时 怎么觉得好像很久了 你该死的地面太花了 该死的是你的堆位快挤开 再坚持一下 这里寒气如此重 离那极营之地应该不远了 你的寒毒又要发疏了 我先把你压制住 可这样 你的真烟消耗太多了 没事 我撑得住 走吧 谢谢 这位美女啊 别听这个后绳说的 她呀是在撒谎啊 唐城古董街鱼龙混杂 你还是看准了再买 你 美女 我严格担保啊 这 你这东西做的 确实能以假乱真 但是有一点细节没坚固到 落成气候湿润 出土的青铜气袖层丰富 袖质坚硬 你这假袖层做的 草帅了些 胡说八道 我不败了 我叫百初夏 是个热爱古董的文物猎人 我叫方毅 略懂古董 哦 这里有吉英石 吉英之地 应该快到了 是当时遇难的搜查队员 嗯 走吧 嗯 嗯 神仙是什么怪物 你怕什么 赶紧去帮方毅他们 不要 扑鬼墓 闻草零物精的灵魂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你们别过来 这是扑鬼墓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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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别过来 那是什么 俗文 快趴下 跑 跑 快 好险啊 多亏一哥儿了 不过话说回来 一哥儿你怎么不早点用啊 哎 嘎巴拉可不听我使唤 那他怎么自己就帮你了 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能感觉得到 进入这里后 嘎巴拉好像变得活跃许多 还有那个阵法 难道以前这里 有异能者来过 我们先去几云之地 找福镇 走 嗯 好冷啊 好冷啊 看来 这里就是基因之地了 好家伙 这鬼地方 连石头都怪不怪样的 这 少见多怪 这叫大自然的鬼谷神功 快 嗯 你 啊 你 恭喜 你 俱出吉英之氣了 初夏 你快做到陣中 喀巴拉怎麼這麼聽話了 啊 聖法急火了 聖星真遠 取出陰記 役剛 那些基因石怎么在冒气啊 那是基因石里的阴气 被阵法催发出来了 弄那么多 一哥 那是什么东西啊 他这是要阻止一哥实行阵法 你们想办法偷住他 动手 我去 我的瓜瓜 这大江湖 比外面那些小怪强的不是一丁半斤啊 小废话 快拦住他 这样不行 胖子 来当炮手 掩护我 那你呢 我去放倒他 我去放倒他 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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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胖年代 你休想过去 过去 你保验我 不是 你 小心 小心 干嘛啦 去 来 威力居然这么大 初夏 你怎么样 没事了 来 快离开这里 啊 这是 嘎巴拉 毕哥 这石像怎么也有嘎巴拉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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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不是极英之地吗 怎么怎么会有这么热的气流啊 这洞穴 和喀巴拉 那些纹路 一哥 一哥 一哥你没事吧 这要是打过了 里面那股热气崩出来怎么办呢 啊 这符纹 跟喀巴拉的一模一样 我要进去 说不定 能找到我的身世线索 可里头看起来很危险啊 不要 这洞穴玉胚又快顶不住了 我的也要碎了 怎么办 我的也是 这种软玉露刻的玉胚 没法在极端环境中撑太久 方医 先离开吧 你们的玉胚撑不了多久 我以后想办法再来 对对对 先回去再想办法 哦 哦 快 哦 走 走 动作 软玉不行的话 用顶级应玉呢 顶级应玉 那就可以无需顾忌极端环境 可惜 这种玉可玉不可求 我知道哪里可以找到顶级应玉 哦 你们想去翡翠宫盘买顶级应玉 那真是找对路了 不过 日国是世界上最混乱的国家之力 多方势力战乱频繁 这些人 把持着所有翡翠矿头 为了利益最大化 他们还联手管控翡翠的交易 想买翡翠 就得通过他们举办的翡翠宫盘才行 是 我觉得啊 我们这次肯定能找 你看啊 我们刚准备去翡翠宫盘 就碰到白老板也要去哪儿 还顺烧我们一串 简直是老天爷在帮忙啊 就是 而且白老板又是翡翠宫盘的常客 到底能给我们支离一二 我们也许可以少走许多弯路呢 不用客气 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 到光盘那边 如果有剑狱上的事需要帮忙 你们尽管开课 有方逸在 我觉得剑狱上一概没什么问题 我也很期待 能看到方逸在剑狱上的神奇表现 等会儿有个健保大咖 也想要认识一下你 哪位大咖 哪位大咖 于老 这就是我跟您说过的方逸 幸会 方逸小友比我想象的还年轻 真是年少有为啊 不敢当 于老在鉴定界的大名 我们可是如雷贯耳 没错 于老那些剑宝的文章 我可是都看过 专业造诣很深 气敌性很强 看了那么多还经常打眼 都看到狗子身上了 你这 那都不定本见识 你 是小魔王 这松鼠是我几个月前捡到的 我见它古灵精怪的 就留在身边 小友认得它 它是师父以前送我的小伙伴 后来不见了 我想起来了 是那只小松鼠啊 它还活着 白老板 看来我跟方逸小友 真是缘分匪浅哪 你老 那我们出发吧 不急 我有个朋友 刚好有事情要去那里 我托他顺便护送我们过去 应该快到了 瞧 他来了 是 彭家公子 封兵 嗯 彭家 你说的 不会是那个彭家吧 正是 关心 人家 中国人 你知道吗 pięk 你 有 我 喔 鱼 你 你 玩 我 你 我们先在营里修整一下 估计完毕再出发 胖子 以前就听说 彭家是御国的几大势力之一 今天一见 名不虚传呢 御国这种地方 再大的势力也得如履薄冰 搞不好就要翻车 你们彭家 应该也是主导翡翠宫盘的家族之一吧 翡翠宫盘价值巨大 谁也没法独揽 就由我们几家共同来管理了 这位兄弟我还不知道来历呢 敢问贵姓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方毅小友 幸会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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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刚才你向我伸手 他以为你是要对我不利 冒犯了 五妹 我们的枪口可不是用来对着客人的 敢对兵哥动手 崩了你 想不到方毅兄弟伸手如此了得 我们来切磋切磋 什么 兵哥 你伤势还未完全恢复 我带你来切磋吧 这怎么行 难得碰上个让我欣喜的对手 我肯定要亲自且坐下 退下 来吧 方毅兄弟 兵哥 我看算了 你还是好好休息吧 来吧 这点小伤不碍事 方毅小友 你还是答应蓬兵吧 他这个人喜欢格斗 看到高手就挪不开脚 你要是不答应我看他 今晚是睡不着了 是啊 方毅 人家彭公子一路护送我们 后面还要护送我们呢 你就陪他玩玩吧 只是普通切磋而已 不必太当回事 好吧 来吧 蓬兵啊 你可要点到为止 方毅小友跟你格斗场上的那些对手 可不一样了 月老你放心 我不会伤到你朋友的 我的乖乖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这旁兵竟然是著名的黑拳冠军 成名多年了 笔哥他 我对方也有信心 你们觉得兵哥几招能力了 十招 你太不了解兵哥的实力了 我觉得五招 几招我不觉得 但我相信 你才撑不过一分钟 痛快 你果然是个好对手 出了 你気吃都不怪 狠狠 你呀 我几乎 他做的小袁 那似的小袁 竟然被奉兵的重拳 哈哈哈哈 凤败 再来 aaaa 我 我 你 很久没有这么酣畅淋漓的打一场了 多谢兵哥手下留情 哪里 我可没留守 兵哥 别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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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哥 站住 兵哥 你给兵哥做了什么 你先把枪放下 弄清楚情况再说 虎妹啊 你冷静一下 刚才大家都看到了 方毅小友和蓬斌只是正常切磋而已 虎妹 别误会 是我 究竟复发了 可兵哥以前究竟复发 从没这么严重过 我也不知道 这次为什么来得这么急 兵哥 我跟师父学了点奇皇之术 让我给你把把脉 兵哥最好没事 否则我毙了你 你 兵哥 你这外门功夫修炼到极致 内加功法却不怎么精通 你 你怎么知道 我关兵哥脉象紊乱 气息挫杂 精脉之间多有堵塞 符合内伤严重机遇之相 想必兵哥平时只注重修炼外加功夫 属于用内加功法调及精脉吧 兄弟 兄弟 杭下 我确实对内加那头不太感冒 可兵哥以前究竟发作后 很快就缓过来 怎么跟你动手就这么严重 这得怪我 把兵哥的潜力都逼出来 才导致究竟爆发的 那现在怎么办 方医 你既然找到原因 可有办法解决吗 彭兵可是彭老爷子 亲定的接班人呢 于老 我会尽力的 虎妹 你把兵哥送进屋里 我会为他疗伤 其他人就在外面等吧 兵哥 你先按我教你的土纳法 从内部调理下受伤的肺腑 待会儿我会用金针从外部 帮你压制伤势 好好 保持呼吸节奏 很好 保持呼吸节奏 很好 保持呼吸节奏 保持呼吸节奏 武顾 naval 你把人给整废了 不然我们都完了 乌鸦嘴 稳住了 原来那家功法还挺玄妙的 找你这图纳之法 确实舒伤很多 不过这里还是隐隐作痛 感觉很闷 还有条金脉堵塞住了 这是前所未有的书台 散去了你多年练外功机遇的淤血 经脉也全部通畅 以后在外加功法的修炼上 还可以再进一步 谢谢你 兄弟 冰哥 你怎么样了 嗯 好多了 大家听好了 从今往后 方毅就是我彭冰的兄弟 你们要像对我一样去对他 是 一切都像少主月亮不一样 冯兵已经进入中心领带 快就可以把他引入往中了 哼 很好 丁锦点 我不希望听到冯兵逃掉的消息 是 这次绝不会再失败 那就好 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 虽然我们这边很乱 但每次翡翠攻盘开盘 世界各地来的客人都非常多 可惜我有要事要去忙 就让虎妹给你们当保镖 陪你们进去吧 不行 冰哥 你这趟危险重重 我必须跟着你 冰哥 你这趟是要去哪儿 我也不瞒兄弟了 我这趟来中心地带 确实比较危险 各大势力之间 向来维持着基本的平衡 但最近比较疯了一半 到处挑起战谷 还出动飞舞 逼近中心地带 意图要独霸攻盘 所以我们黄家 就联合其他家族 一起向他们施压 希望他们停止扩大势态 我这次来就是要和其他几家势力的代表 一起跟李家谈判的 李家最近的所作所为我听过 经常上头条 这次李家来谈判的 是他们的少主李世豪 那可是出了名的阴险小人 总是像条毒蛇一样躲在角落 等着逮到机会咬人一口 让兵哥独自去跟他谈判 我不放心 既然这样 兵哥还是带上虎媚吧 我们这里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有我也应付得了 不需要保镖的 那好吧 你们自己小心点 我们进去 这个翡翠公盘有明镖和暗镖两个区 我们刚才逛的就是明镖区 那里的原石都是现场竞买 价高者得 这里就是暗镖区 大家都看到了 光线很暗 这是主办方故意给建域增加的难度 所有原石都可以竞标 相中哪块在底价的基础上 把自己的竞买价和原石编号填在竞买单上 投在标箱里就可以参加竞拍了 按标三小时一开 每块原石由出价最高的人标得 这种投标办法高风险也高回报 吸引很多人来淘宝 方毅小友 我先陪白老板看看 回头若有监狱上的疑难问题 你尽管找我 余老和白老板请便 少主 那几个人就是彭冰最新结交之人 彭冰这人看似满夫 其实心思信念 他一直在结交各方适量 这几人能成为他的座上宾 恐怕身份不一般 少主看人就是准 彭冰这几年确实结交不少人物 他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了 所以 他这次要不死 对我们领家就是个威胁 事后哥哥好棒 初夏最最喜欢你了 吓吓 少主 快 我又知道那个女孩的所有信息 是 少主稍等 我查一下 目前只知道那女人 叫百初夏 果然是她 果然是她 看什么呢 没什么 突然有种神奇的感觉 准备用嘎巴拉探测原石 听雨老说 翡翠的品质 有翡翠纯净度 也就是肿头决定 肿头按品级高低 可分为玻璃肿 冰肿 懦肿 痘肿等类 品级越高的应域 肯定能承纳更多的真元 那就可以通过往原石输入真元 来判断其内部的翡翠肿 真元一碰就裂开的 应该是痘肿 能吸纳点真元的 便是懦肿 能吸纳较多真元的 极可能是冰肿 这些品质 都达不到做英语和胜负的要求 就还得再找找 这块原石不简单 简直就是个真元黑洞 多少真元进去 他都能吸收 怎么样 有发现吗 你觉得哪块好啊 这个不错一口的 底价不高吗 就把它都买回去 我就去田径买单 竟买价比底价糕点 应该就能拿下 这位兄弟可是看走眼了 这块原石可是 公盘上著名的滞销品 多少剑狱高手 看了都是直摇头 放了五年也没人选的 您是 小姐莫怪我多管闲事 我只是不希望 你们在这块废石上 浪费钱财 原来是这样 多谢先生提醒了 兄弟真是好人哪 看来是个剑狱高手 小姐如果需要人帮忙剑狱 我可以笑了 好了 别热脸贴人家冷屁股 没看出人家冲着初夏来的吗 不必了 我的朋友就会剑狱 他说这原石不错 那一定不会错 看来你们还不信我的话 没关系 我们打个赌吧 如果里头能解除 懦种以上肿头 算我输 如何 行 你理他做什么 看看四周 这人来者不善 看看他想干什么 这些人想想想想想想想 你们想干嘛 想干嘛 别误会 他们是我的贴身保镖 我呢 只是心血来潮 想跟你们打个赌而已 说吧 赌注是什么 赌注是什么 这些 tiers 冰哥 现在怎么办 林氏豪那疯子敢对我们动手 说明其他势力的谈判代表 都让他给收拾了 那家伙摆明是要撕破裂 强占翡翠公盘 我们也去翡翠公盘 召集最近的兄弟 一起去抢回翡翠公盘 方毅兄弟 你那边可别有事啊 一哥 你对这大家伙真有把握 方毅小悠啊 刚才我要在场 绝不会建议你标下这块原石 它能出翡翠的几率 可以说非常小 竟敢跟我们寿主打赌 小子 等着输光底库吧 我来解释吧 我来解释一下 我来解释一下 看来我马上就能赢你了 我同意拿自己当赌注 就说明我相信方姨的眼光 现在短输赢还早了点 对 对对 一哥才下第一刀呢 多一个什么劲 那我们走着瞧 都到这份上了 何必最硬呢 去 把我赢的赌注请过来 你们干什么 还没分出胜负呢 别过乱来啊 要不然炮爷的拳头 可不会客气啊 不会客气的 我还没切完 让他们退下 行吧 不见棺材不落泪 让你再垂死挣扎一下 又何妨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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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哇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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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这骑马冰肿了吧 我不知道这算什么肿头 但我知道我们要发财了 对对对 这 这是顶级玻璃肿啊 我还从没见过肿头这么好的玻璃肿 居然藏在这么不起眼的大石头里 奇迹奇迹啊 要说奇迹 那方逸可是奇迹专业户 又一次让我大开眼界了 骑马匹精 没想到我也有看走眼的一天 输了就兑现你的诺言 你有什么要求 尽管说 只要你提出的 我都愿意为你去做 不好了 李嘉打来了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李世豪 来自李家 从现在开始 翡翠宫盘将由我接管 李世豪 你 你是李家少主 原来是李公子啊 这是 这是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你们不必知道 除了他们几人 其他人可以离开 等我们李家把宫盘打理好 欢迎再来做生意 鱼老 鱼老 你们快走吧 我们不会有事的 小友 小友 你们保重 嗯 你到底想干什么 这个问题 方医 快快开箱 你输了 还欠我一个要求 说吧 我们与你无冤无仇 也不想跟你结仇 放我们走 愿赌服输 你们可以走了 我们走 对了 我只答应放你们离开翡翠宫盘 但出了宫盘 就不在我的承诺范围了 你们想跑 得快点 走 那小子刚才那一伤 是什么脑力 少主 就这么放他们走了 啊 当然 否则我岂不是在下下面前 变成炎而无信的人了吗 反正 反正公盘已经落入我们手里 他们就算能出去 少主这招顺水推舟 欲擒故纵 高 高啊 不过我刚得到消息 彭兵没进我们的包围圈 就跑掉了 还带人朝公盘这边杀来 是吗 那就在这边解决他 传我命下去 除了方毅和夏夏 其他人都干了 滿足的 被补不完 被补不完 不过赢了 走 还有事 没有事 抓住 有事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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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鞋 海外 海外 没事吧 救命啊 救命 白总 你没事吧 我的脚 我的脚 别急 我一抬起来 你就把脚 好 帮你享用 没有 方毅 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你们谁去扶下白老板 走 白总 我来扶你们 不用了 谢谢 我还能走 方毅 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 现在可不是去救的时候 那变态随时会追来 我去 等一下 不会 不会是那变态追来了吧 丁哥 我正要去接你们的 没事就好 我的人正在和李家厮杀 你们跟我来 我先掩护你们离开 好 走 快上车 兄弟 你们往那边一路向西 很快就能到机场 我已经让人安排了一架私人飞机 先送你们到鹏家大本营 我们回头 在那里回合 那 兵哥呢 李时豪那混蛋 想要独霸翡翠公盘 我可不会答应 他们追来了 我们快走 找到你了 快 打爆他们的轮胎 到处要出活呢 你们快走 我来引开他们 丁哥 小心点 走 分头追 一个都别放 你快走 人手 快走 走 警察 他咱们追来了 老去 走 快走 快走 走 站住 快走 快走 还是快走 站住 回来 快走 好 姚子 妖准后轮在哪 谁要死了 少主会拔了你们的皮的 是 小子跑 车不要开火了 快点 快点 吵死了 护眼让你抖眼 咬嘴子开枪 蠢货 是 这些混蛋 救护不散的 他们为什么追着我们不放 要不停下来 看看他们要什么 我们给他们就是 要是他们要命了 至少我们得想办法甩掉他们 不然他们有枪 我们车再快 也快得火人家子弹 不是什么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我们 重 还 企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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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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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 他打中了 大哥 抓緊了 走 走 走 不回事 快进去 驾 骰掉了 机场快到了 快走 方毅先生 您终于来了 兵哥让我送你们离开 东西 有劳了 我们马上就走 你们把重要的东西都带齐了 可别落下什么了 嗨 我们来御国就是为了这个 只要他没落下 其他都没事 小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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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家伙又跑了 我记得在车上还见过他呢 在你口袋里钻进钻出的 那小家伙跟着我的时候 也是经常玩消失 王王好了一阵子才会再次出现 如果不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们快走吧 离驾很快就会打来了 小魔王从小陪我到大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他 一定要带他回去 我得去把他找回来 我陪你去 我也去 这当然少不了我 我知道你们不放心我 但大家一起去 目标太大 我还是一个人灵活点 速去速回 可是 刚才在攻盘里 我是怎么应对李世豪的 你们都看到了 那么糟的情况我都能应付 还有什么困难能难倒我呢 相信我 没事的 我可不是一般人 也是啊 一哥的身手 自保问题不大 我们跟过去了 反而变成图油瓶 是吧 你们最迟多久起飞 我估计 李家最迟一刻钟内 就会打到这里 我们得赶在他们之前起飞 嗯 行 我争取一刻钟内回来 如果我实在赶不回来 你们就先走 那怎么行 我们一起来的 要走 一起走 对 放心吧 就算坐不上飞机 我也有办法离开这里 敢去跟你们会合的 嗯 不管怎么样 小心点 那我走了 我走了 一哥 小心啊 我就说这车怎么会突然撞枪 看来果然是小魔王的解错 也就是说 小魔王是从这边离开的 干嘛呢 祝你就是小魔王的奇迹 找到了 嗯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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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蛋 你还挺顽强的嘛 这下 看你往哪儿躲 赶快解决掉它 我们也去抓彭斌 可非功劳都让别人抢了 你没事吧 你 你是兵哥的兄弟 兵哥呢 兵哥带我们躲避李家的追击 逃到这里时 两辆车的车轮都中的 一起给你翻了 兵哥带我们打反击战 但李家的火力太猛了 压得我们都踩不起头 兵哥就带我们往山上车 但路上我中枪 滚到草丛里继续打 李家大部分人都去追兵哥了 我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我先给你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不用 快能动 你快去帮兵哥 好 那你快躲起来 让开 我要见机长 让他再等一下 防疫应该就要赶来了 小姐 你冷静一下 我们真不能等了 李家已经打来了 再耽搁下去 那就谁也走不了了 就一分钟也不能等吗 百小姐 你也知道 一分钟内 方医是赶不回来的 别担心 我相信 他这个奇迹专业户 不会有事的 是啊 初夏 不用太担心 易哥 别跑 站住 站住 别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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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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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这种感觉 天下好像又发作了 抱他 你一手来 快点 快 快点 快闪开 真倒霉 还以为能抓活的呢 知足吧 幸亏他自己死了 不然倒下的就是我们了 你 幸亏 我好险听到什么动静 我也是 我也是 嗯 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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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方毅,你怎么在这儿?是你救了我? 我回来找小魔王,正好听到你手下说你遇到危险 好兄弟,你又救了我一次 我旁边能有你这个兄弟,直了 兵哥,你这一次受伤,你的内伤复发 我先为你疗伤,之后再想办法离开 有劳兄弟了 是李江的人 兄弟,别管我,你快走 不许动 别开枪,是我啊 兵哥 兄弟们怎么样了? 我们的队伍被打散了 能找到的就我们三个 我就知道,兵哥你肯定没事 老大,我们要给死去的兄弟们报仇 你家背信弃义,我们彭家和他们事不两立 这篇账,我一定会跟历史好算 兵哥,现在疗伤要紧 方毅,兵哥的伤势严重吗? 嗯,还需要点时间 方毅肯定往这边跑了,给我追 不好,追兵过来了 方毅,我们去应该追兵,兵哥就交给你了 走 兵哥,快走 是方毅,快追,给我抓活的 是 兵哥,不用管我们,你先走 走 继续跑,追兵被我们营走 兵哥就安全了 是 是 那帮闯祸,尽快被我们甩掉了 不能掉以轻心 过倒 快跑 来 快追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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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点本事 是你 这 横冰在哪儿 少主 哎呀 还是少主厉害 我不是让你带人去南边搜悬 属下发现了彭斌的踪迹 才追击过来的 若不是这蠢女人不小心叫了彭斌的名字 差点就被他们逃了 跟随彭斌醉酒 对地经验丰富的虎妹 竟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如果我是彭斌 知道敌人在追捕 还会让犯错的手下活着 中了调户离山记的蠢户 彭斌一定还在南边 带着这个女人给我追 是 是 灵神远快耗尽了 这种感觉 我感觉现在能一拳打死一头熊 兄弟 你怎么了 啊 啊 没事 趁云消耗过度罢了 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好兄弟 先了 啊 既然是兄弟 又何必说先 快快追 工兵肯定没跑远 快快 快快 你啊 快快 啊 快快 快 大 快快 野人山的磁场有问题 无法依靠仪器设备判断方向 一直朝着东南方向走 找到那条河 便能走出野人山 前提是 我会碰到便亦然 便亦然 跟昨天被我斩杀的燃蛇有关系吗 不 你不知道便亦然有多恐怖 几百年前 野人山上闹蛇灾 上山打猎的村民 被怪物一般的巨型便亦然袭击 山下宅宅里的村民们 携手上山围剿这套便亦然 结果没有一个人活着逃出野人山 万万没想到 这便亦然对村民们的举动怀恨在心 趁夜闯入寨层 吞噬了里面的每一个人 从那以后 野人山上总能听到冤死生灵的哭泣声 再也无人敢青山打猎 逐渐成为玉国有名的鳄山境地 兵哥你也说了 那是几百年前的事 那套便亦然不可能还活着 昨天那燃蛇 罢成是便亦然的蛇子蛇孙 蛇这种动物最是机丑 嗯 被他们缠住啊 那就糟了 有什么东西吗 可能是我感觉错了 别自己吓唬自己 我们抓紧时间离开此地 别走那么快 帮我做了几个小吃 先休息一会儿 水潭里怎么会有真园外溢 真园 哪儿有 没看见啊 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 我想下去看看 还是算了吧 我们要赶在李世豪追上前 尽快离开野人山 再说了 万一水里有蛇怎么办 燃蛇只是普普通通的动物 真遇上了 该害怕的是他们 小汪王 帮我看着 我的直觉告诉我 水潭里的东西 必须弄清楚 既然如此 那我陪你去 好兄弟 永难同当 快点 魔 师主 这人蛇 零蕴肉厚 死蛋很难将他们打出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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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 救救我 你竟然杀了自己人 他本来就活不成了 那就让他的死 变得更有意义 全体集中火力射击 少叔 可我们的人也在攻击范围内啊 让他们为家族献身吧 开火 不敢 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抓住彭斌 告慰兄弟们在庭之灵 抓住彭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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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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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东西散发出真元气息 哦 别捣乱 看上去 这像是 燃蛇退下的一块蛇皮 这么大的蛇皮 那退皮的燃蛇 恐怕都有上百米 难道几百年前的那头便已然还活着 嗯 不可能 那我用真元感知一下吧 兄弟 没事吧 嗯 我们快离开一人山 我们快离开一人山 顺着这条河一直走 就能到出口 总算能离开这该死的地方了 这里的水腥臭 很是反常 小心点儿 嗯 别过来 小心 小心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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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铜石窝呀 小摩 帮我干嘛 我要下去救兵哥 你想办法吸引这些燃烧的注意力 你不想要去 还能动吗 这回东西还真不少 这些燃神又来了 尝尝这个美味吧 快走 这边 快走 明哥快到出口了吗 马上就能出野人山了 别急 我们快离开这儿了 快走吧 有东西跟上我了 快走 这一步 你还没想到 再来 这一步 一步 别理解 我 不 这变异燃竟然是异脑生物 丁哥 走开 保护我 保护兵哥 丁手 丁哥 丁哥 根本伤不到了 五星还这么练 撤下可棘手了 小魔王 你快去帮方医 我能帮护自己 小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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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闪开 兄弟 我来救你 别过来 兵哥 兵哥 爸 我会保护你 警官 丁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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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改变不绝 救命 这是 绪燃的鹰猴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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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我只能硬拼了 好 好 我们联手斩了他 这巨人虽有化妆之下 但他还是蛇神 奇存 应该也是他弱点 上 我们正在追换 我们正在追换 自己把败的 我们联手 没关系 就是 我感觉 现在不是 小波王 小波王 啊 不准备 救命 他就不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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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啦 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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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的情報完全可以確定 虎妹被俘 賓兒又在野人山生死未卜 你讓我怎麼冷靜 彭老 我能理解你要親自去野人山 救彭兵的心情 但這期間 李家要是趁機來襲 你若不在 彭家能抵擋得住嗎 可 彭老放心 如果真像情報說的 彭兵是跟方毅一起逃進野人山的 那他應該不會有事 因為那位方毅小友 是個能文能武的奇才 老夫相信有他照應 定能安全穿越野人山的 嗯 嗯 彭老 我以前也接觸過訓練 你要信得過我 派些人給我 我去接引賓哥和方毅 嗯 少主 地上有不少彭兵他們的腳印 看樣子 他們在這裡遇到了什麼大家伙 打得還很激烈 哼 那傢伙最後還活著 不然 我可會很無聊的 賓哥 千萬不要有事 好多 少主 這好像是某種蛇類的毒液 哼 難道彭兵他們遇到的 是傳說中的便衣嗎 有病人 有病人 快跑啊 啊 這就是當逃兵的下場 我們要緊緊跟著收主 是 跟著這個瘋子去送死吧 放死 你敢這樣對少主說話 狗奴子 繼續找 我要見人 死要見尸 什麼都沒有 等等 那邊有人 好像是賓哥 快過去 還好 只是身上有些外傷而已 方毅 方毅 快走 賓哥 是你們 我這是在哪兒 這裡是野人山 我們剛找到你 方毅呢 冰哥 方毅呢 快說啊 你可不要嚇我們啊 我跟方毅遇到便衣然 我被那畜生派進河裡後 就昏過去了 我也不知道他怎麼樣了 憶 憶然 你龍雪還活著 虎妹怎麼沒來 他沒逃回來嗎 他被李士豪抓了 李士豪 好了 你們快送賓哥回去 我們繼續去找方毅 是 我沒事 方毅也是我兄弟 而且虎妹還落在李士豪手裡 我得找回他們 才能回去 我們到便衣然出現的地方 去找方毅 走 走 少主 前面發現了一些巧意 應該是彭兵他們的 哼 小魔王 小魔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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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魔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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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东西怎么有点像嘎巴拉 真是可巴拉 这是九宫八卦阵 看样子 这位前辈生前好像被敌人追杀 所以才堵入这里疗伤 这里的巨人之所以无话迹象 像一直受到前辈残留的真元素影响 他们之间难道有什么关系 竟然融合了 那这位前辈 希望那个阴阳融洞里能找到更多的线索 这里就是变异然的老巢 都小心点 说不定还有活着的巨人 放心吧 巨人都死了 翼哥 翁翼 翼哥 翼哥 我们得好好谈